乌克兰到今天 泽连索基哥们 你别说干的不简单 跟这几个腐败家族干 全世界最腐败的地方就是乌克兰 我再说一遍 你们没去过乌克兰 七个多次去乌克兰 美丽 富饶 聪明 勤劳 非常直接 世界上的核武器的很多技术 在乌克兰发生的 结果现在乌克兰 泽连索基接了个烂摊子 前几任总统都是腐败 我都认识 在这个时候 泽连索基被世界所鼓励的抛弃 当年销毁的核武器 销毁的重大武器 特别是洲际导弹 听了美国和欧洲的 全部销毁 销毁完了现在 我保护你 然后继续东扩 他掩护着帮助所谓的 认了个干爹 认了个干二大爷 半个老板 美国人往东扩 见俄罗斯已经警告多次了 最后所谓要打要打的 搞了一个所谓的基辅协议 基辅协议是美国欧洲死约了 大家现在要记住 在法理上 俄罗斯完全不梳理的 你不要看普京演的戏 他不梳理的 是美国和欧洲 抛弃了乌克兰 乌克兰又被美国和欧洲杀了 普京的情节就是 报当年美国和欧洲 就是托尼布莱尔和布什 欺骗了苏联 这个北约不动过 然后呢 乌克兰不加入欧洲 不再让更多人加入到这个北约 结果是 把他们给骗了 今天这个结局你公平的看 啥叫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不叫平等利益关系 平等外交和平外交 就是实力外交 就是自我利益关系 而且国际上现在这个 也跟黑社会差不多了 算了不说说了不算 Chocolate